唉 反正暫時找不到就算了啦 我們會先去環島旅行 傳道橋頭自然值嘛 對啊 環遊世界之前 先來個環島旅行 把台灣好好看一看 也不錯喔 對啊 無點了耶 到底是你要下班了 這麼快 那你一個人怎麼辦 沒有關係啦 只剩一點點了 你確定可以嗎 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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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過來 好好好 我不過去 你放輕鬆喔 我不過去就是啦 走 沒甚麼 你就要想吃 我問你 潘潘 走 刚刚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可不可以问你 到底怎么了 这些 只是头痛 大概 车祸的回忆症 会想象这样痛吗 还好 只是说脑中会 会有一些奇怪的 画面 然后我头就会突然痛 对不起哦 一定是你今天工作太累了 不是哦 孙真 你是不是曾经 我一定会 救过我 你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曾经救过我 你想起来了 没有啊 只是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感觉好熟悉 你被梯子压在上面的那 那个画面 我好像有看过 好像是一张 是一张椅子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被绑架了 他们要利用我来勒索你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很久很久的仓库里面 他们当着我妹又打你又折磨你 你那时候伤得很重 可是你一点都不反抗 因为 你怕他们会伤害我 但是你不反抗 他们就更生气 最后他们就拿起一张椅子和你不要再说了 你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没有没有 你仔细想一下 拜托你到你寺 孙真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告诉我 其实在你心里某个地方 一直很期待你又过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到底 我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过去 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 就像我找回那些过去 我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我又该由我去信念我 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 连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只为你生了自己 没有一个人 原来 刀明寺的压力这么大 原来他心里是这么惶口 我怎么这么自私 只一心一意的 期待他想起什么 却忽略了他的感受 就算刀明寺 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还是刀明寺啊 所以 现在开始 我应该要面对的 是现在的刀明寺 夫人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你真的在这里干吗 你说呢 我最讨厌人家干涉我 管我去东去西 落到我早晚啊 什么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只是在等 那你不在房子里面等啊 下雨 那你还在这里等我去 走啊 走啊 怎么不打电话叫人接你呢 看你凌晨这个样子 雨天 是 叫下人准备热水 让夜莎跟少爷 泡个热水澡 去去喊 是 夫人 谢谢你的好意 老是让人跟着我 可是我天生习惯了自由 用在废心安排 否则 阿世他知道我的脾气 找人跟着夜莎干嘛 我是担心他的安全 他毕竟贵为公主 出门在外 有个保镖以防万一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也许你的顾虑是对的 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 除非你想把夜莎赶走